字架兄弟在灣區置業 趁著這個開關的日子 你又會不會上灣區這一邊看好房子呢? 字架兄弟提供VIP看房子安排 你想到想在哪裡看房子和買房子 想字架兄弟幫你研究 一樣可以找我們 還會和你分析樓盤優缺點 看看是不是設合你的需要 跟字架兄弟在灣區置業 還有無償售後服務跟到尾 快點來我們展銷廳了解一下 追求美好生活 灣區首選字架兄弟 大家好我們字架兄弟為了配合通關後業務發展上的需要 已經在旺角彌敦道567號銀座廣場 增設在我們的物業展銷中心 前往的方法相當簡單 你只需要在油麻地站的A1出口 轉過來彌敦道這一邊 向太子方向走過去 約一分鐘的時間你就已經可以來到銀座廣場 又或者你也可以選擇在旺角站A1出口 出來之後去彌敦道這一邊 向尖沙咀方向走大概4-5分鐘 也可以直接來到銀座廣場 反正前往的方法相當簡單 而大廈也不會要求房客做額外的登記 我們就在銀座廣場的15樓1502A室 我們承邀你的到訪 了解更多關於大灣區的物業和資訊 大家好 在過去一個多兩個月 你可能會聽到很多樓盤 其實都有打出一些所謂的零首座 其實最近在珠海這一邊 想告訴大家一個消息 就是政府的層面也都出聲叫停一些所謂的零首座 所以你會發現之前強調可以打出零首座 做一個宣傳推廣的樓盤 已經沒有再用這個零首座 但是改變了就用一個低首座的方式去吸引買家 先說一說為什麼零首座需要停 其實零首座某程度上 對於銀行來說 是沒有那麼公平 又或者是為銀行帶來一些風險 而另一個層面 比如說一些大城市 像深圳那樣 如果打出零首座的話 對於發展商自己來說 都帶著一些風險 我們就曾經聽過有一類型的公司 專門找不同的人士 給了一個訂金兼且 就用這個零首座的方式 慢慢開始會供一段的樓宇按揭 但事實上供到差不多 這一批人士就不會供了 出現了斷供之後 銀行其實就需要按照程序 可能要進行收樓等等 但事實上銀行並不是說 真的收樓去拍賣的 大部分情況都是會把房子押回發展商 所以如果發展商遇到這些專門的 交到一堆人名出來 兼且撐中了一些零首座的樓盤的話 如果想著有一大批的買家買入了單位 其實最終如果遇到他們斷供 可以說是得不償失的 為什麼我要說在深圳這邊 才會出現這些零首座 發展商會吃虧的情況呢 因為這些人士買了這些深圳樓之後 還會用深圳樓進行一些 或者是家案等等的活動 變相再納了一塊錢才開始斷供 計算一條數原來有賺 但是當然 那個事業的人名 其實是會列入銀行黑名單 甚至乎會追緝他 剛才我提過 是有一些類似集團式的做法去做 所以某程度上 他們都預計到你的下一步會怎麼做 這些人士通常都會回到自己的原居地 很難找到他 所以某程度上 零首座是有機會為銀行和發展商都帶來風險 所以政府是不想零首座繼續在市場上 用作吸引買家等等 也是很正常的合理一件事 說回來 既然沒有零首座 現時發展商就打出一些低首座 好像我們今次要在珠海介紹的樓盤 說只是三萬多的首座 就已經是可以做業主 可能在不過的將來 政府也會出聲 就不允許所謂這些低首座 因為也是會有機會為銀行帶來一些風險 所以如果作為買家 又真的想享用低首座的操作的話 其實越早做一個置業的決定 可能對你來說是越流利 當然我所說的買家 是正正常常真的想買層樓那種 而不是剛才我所說的 用一種雜團式的經營兼且交人名 然後辦公款那種的形式 所以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 這次我們要介紹的 這個位處於珠海護心路的樸月 是否適合你 畢竟項目所處的位置 未來是有其他大型的雙場雙圈 兼且已經是現樓 原臨做得非常漂亮 整個樓盤都已經是完工了 相當之安全 現在我們就交給我們主持 帶大家去了解一下 樸月現時最新情況 以及它的示範單位到底是怎樣 我們現在就走回來 樸月花園的內圓環境 大家也看到它這邊是比較開門的 這邊是現在也在售中的 這棟單位 右邊兩戶 左右兩戶 這邊就是一百方的單位 中間這邊就是八十方的單位 這裡整棟的均價大概是一萬七左右 但目前它這棟是不能做低手期申請的 全部都是正常的兩成手期 這邊都是它存在的地方 西門在這邊 這邊都是撐來的 西門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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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就来到朴月花园的一栋 这里在售的是10层小高层 只有10楼 目前卖的就是在838方的单位 是一梯两户的 电梯出来是双开门的 这边出来就是来单位的入屋门 就是一个3-7开的置屋门 入到里 这样看 我们这里的空间是非常之大 它由客厅到饭厅的长度已经是去到11米左右 我们先看这个位置 这个就是客厅的位置 客厅的位置开间大概是7米半的一个开间 层高是3米的 我们出来看看这个景观 因为这里是朴月花园 景观最美的前排单位 138方做到4间房的 4房两厅两位 我们出去看看 这边直接看出去就是这个公园 已经是开放的了 视频看这边镜头 那边大家看到有两个大水池 首先左边的这个水池 它将会规划一个医疗中心 后面的那个水池 它是规划做一个商场的 是大型商场的 目前因为现在在做这个水压 是了 规划是这样 还有那边这个商场的旁边 那边已经开始冻工了 水都已经抽干了 那边是一个鱼丸商场 是了 那我们这个朴月花园 一出去小区正门就是这个位置 你说可能要等两年三年 这边的配套是非常之成熟的了 一出门 有公园 有商场 有医疗配套 是了 还有那边的学校 都已经是 营运着了 已经在上学了 是了 那这边 朝向是西南向的 西南向 那我们回来 看看这边 这边是其中的房间 同样西南向 都是有景观看的 这间房间的空间感都比较大 是了 那来到这边呢 那它刚才我们在这里进来的 这里是可以做一个 入户玄关门的 玄关柜 这个是留了空间给大家 到时自己去做了 那这边呢 就是一个饭厅的空间 都很大的了 这个饭厅 足够6到8人位 都没问题 那这边呢 就是一个厨房了 一个L字形的厨房 这边 有这个名窗的了 这个空间 那因为呢 它是一个板楼设计的 所以呢 它引试性是比较好的 还有通风 采缸是完全没问题了 还有这边呢 还配备了一个 小阳台 小的生活阳台 对了 现在我们两边都开了 它都是非常之通风的 那我们看完这边 再去看一看休息区的 其他房间先 那这边呢 就是一个主人房的设计 对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呢 就是可以做一个 衣务间的一个位置 做衣柜 衣务间 对了 那左手边这边呢 就是这个 吐翅了 吐翅这边呢 它也是一个交流标准来的 那这个主人房呢 亦都是比较大的这个空间 可以做到三边落床位 那和这边的朝向呢 一样 西南向 但是我们是刀边位的 它旁边呢 中一户 那这边呢 同样因为是没有遮挡的了 啊 景观就是这样了 OK 那我们再看看其他房吧 那这边是其中一间房 西北向 这间就是西北向的 其中一间单位 其中一间房 那这边呢 这边呢 还有一间的 那当时呢 这里呢 亦都是以阳台布建 所以它这里的设计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里是有少少长看的 是的 因为是以阳台布建的形式 来造成的 这间 这个空间 是的 那这边呢 就是一个公共的 卫生间了 是的 这边呢 都是交流标准来的 那我们重点呢 说回 因为它这里呢 是一栋前排 整个小区最前排 无敌景观的一个单位 那它的预售单价呢 大概就是两万四 这个均价左右的 那我们现在身处的位置呢 是八楼 那楼下呢 七楼两套呢 也都是已经入住了的了 那如果说大家 在一些改善型的客户呢 要求有 那么大的一个 空间啊 景观啊 可以来看看这个 138方的这个四房单位 作为一个参考 那我们来看一个 104的单位 80平方米的 两房的弧形 大家呢 可以跟着摄影师的步伐 听着音乐 慢慢去欣赏一下 亦都是可以看到 非常之 这些开阳优美的景致 大湾区自住 投资哪里好 找自家兄弟帮忙吧 无论是市场热化 热卖靓盘 独家折扣 我们都第一时间通知你 自家大湾区VIP 看楼安排 专车接送为你服务 快点来我们展销厅了解一下 追求美好生活 湾区首选自家兄弟 那我们现在呢 就回到来 这个湖心新城 鶴月花园的 沙盆现场 那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 它现在目前最新的一个 销售情况 那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边是有9栋的单位 那左手边这栋 它全部都是这些 景观房 前面 1 2 3 4 它就是小高层洋房来的 就是一梯两户 就是138方的 那景观是非常之美的 一栋 那第二呢 就是这个5栋 它是两梯4户的 这一边是100方 中间呢 两户是80方的 这边也是100方 这是镜面固形来的 那这边的一个价钱 这边就分三个段位 这个1 2 3 大概均格就是 1万7 左再右右 但是这一边的单位 就是左手边的单位 它就没有做到这个低手期的 全部都是正常的两城手期 那如果大家喜欢景观 可以参考一下这边的 138方的一栋前排 和5栋的高层单位 那今天呢 我们主要都要说回这一边 这里大家看到有6、7、8栋的这个单位 那现在住在买的呢 在做低手期的 就是80方 在这个位置的 来,摄影师过来这边 主要呢 就是在做这些80方的 这些低手期单位的位置 就是这边的 一边是东北向 一边是东南向的 那这边是100方的三房 和这个单位是119方的四房 基本上这两边的单位已经卖小了 目前80方的单位 还剩下30套 是可以做到低手期的 就是这一栋 9栋 8栋 和6栋 还有楼层可以选 7栋 目前还未开售 现在我们先去阳板间 和大家介绍这个户型 今集就带大家去珠海湖深路 到这边看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延楼盘破语 也都解释了 现时为什么政府层面 就不允许一些零首富的方式 继续做宣传 和推广 和这个操作 那 改而是有很多发展商 就转用一个低手富方式 那如果将来低手富都没有了 那正正常常要给回整份首期出来 那若然 本身是希望用一个小柱的资金 去购买到一些优质物业的朋友们 看完这条影片 觉得这个朴鱼也都吸引到你的话 记得尽早联络我们 拿多些资料 又或者跟我们去到现场这边看楼 今集内容来到这里 我是自家兄弟阿托 下条影片再见 疫情已经远退 2023全面通关了 你有没有兴趣跟我们自家兄弟过来大湾区这边看楼 自家兄弟现时为客户量新订造专属行程 无论在口岸的预约接待 又或者香港这边直接出发 提供点到点的提楼安排 带你品尝当地特色美食 进责为你提供各个楼馆的资讯 看楼全程无压力 然后你可以轻轻松松选购深水单位 然后签署认购书一刻 我们的服务先是刚刚开始 无论是汇款签约代办手续 我们都会为客户提供贴心而全面的协助 后续我们还会提供自家兄弟的专属管家服务 由买楼收楼业楼 到单位的远装精装设计 以至是订制家司服务 自家兄弟都能够为你一一办到 可以和你一起选购装修建材 以至是单位里面每一个细小的组件 更有提供资讯丰富的网上平台 让你自主了解各个楼盘的详细资讯 无论是市场热华、独家折扣、热卖靓盘 我们都第一时间通知你 我们承邀你跟着地道关区各个城市 选购你的心水单位 专属订制路线考察可以天天出发 关区的生活有多美好 让自家兄弟带你来了解一下 如果还没订阅我们自家兄弟频道 可以现在订阅和按旁边的小铃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的影片了 下条影片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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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